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少见,咱们在上一期视频里面,我们德国正式进军巴尔干,并将巴尔干地区所有的国家都拉入了我们的阵营,不过在上一期的末尾,大家对于咱们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划分有点不满意,所以说咱们稍微优化了一下,让咱们的版图稍微好看一点,至于有的人提议让波兰还有立陶宛被释放出来,这个提议我们只能暂时拒绝,因为有些国家小手不太干净, 如果把它放出来,难保不齐在我们对外出征的时候突然被刺我们一下,毕竟我们打内战的时候都能吃我们两块地,这要是一打外战那还得了,怕柏林直接落入波兰之手了,那么在最后咱们柏林的这个意识中心经过一番商讨,有52%的人觉得如果咱们要牺牲大西洋的彼岸,必须要把我们的邻居苏维埃给解决掉,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好不容易远征到美国, 结果苏联突然发弹,我们国内没有部队,那就比较尴尬了,不过苏联目前跟我们是有互不侵犯条约的,撕毁互不侵犯条约还有一段时间的停战期,因此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对苏联动手的,不过咱们可以换一种方法,苏联不是保障了我们的邻国杰克斯沃伐克的独立保障吗? 在这里,这个布哈林同志有点小手不干净,他居然保证一个极有分子的独立,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不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上一期的视频之中,苏联拉拢了不少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他们的新阵营,其中就包括马来亚群岛的这个国家们,马来亚群岛人民共和国正在和核鼠东印度打内战, 但是呢,现在的世界紧张度已经超过了50%,荷兰作为和树东印度的宗主国就已经可以介入这一次内战了,并且呢,在荷兰介入了这一次战争之后,英国也会正式加入这一次战争,也就导致在1942年9月7日,苏联正式对联合王国宣战,看来当前的国际局势不容乐观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突然间对苏联宣战显得我们有点小气了,但是英国美国还有苏联都是甲午一时半会儿呢,互相 也拿不下对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还是暂时先扩展我们的势力范围,首先将意大利迅拉利给拉入我们的阵营中,那么首先是迅拉利,在1943年4月份我们成功的解放了迅拉利,那么我们就将迅拉利变成一个由工人引导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就在我们将迅拉利拉入我们势力范围的同一时间,苏联突然间对爱沙尼亚宣战,要知道在点完了国策增加对东欧的影响之后,我们就将拉脱亚与爱沙尼亚 纳入我们的势力范围中,苏联的突然发难我们没有想到,并且他现在都要被美国打到基辅了,他居然还有闲心来打爱沙尼啊,这蒙悠有难我们自然不能不管不过,我们首先调遣军队,准备进军莫斯科列宁格勒与福尔加格勒,不过就在我们加入战争之后,我们十分的诧异啊,这苏联在前线的部队怎么只有这一点啊,整个新线战场部队加钱甚至不到20个师,这怎么防守美国的入侵啊, 事到如今呢,我们也只能对曾经的盟友痛下杀手了,至斯大林同志被巴林同志清洗掉之后呢,我们与这个盟友也是正式断结了一切联系,现在就是我们为斯大林同志报仇之时 苏联是疯了呀,这苏联怎么疯狂对外宣战啊,还把韩国给宣了,这一生是要把韩国往同盟国阵营推啊,那这没办法啊,天要苏联死,苏联不得不死啊。 坏了,这苏联真疯了,还对校长宣战了 这苏联绝对是被慈禧附身了 怎么明明都这样子,还疯狂对外扩张出宣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43年8月份,我们与苏联开战仅仅3个月之后 苏维埃共和国就正式宣布投降 此战斗中我们的战争贡献度高达37% 而美国佬的战争贡献度为27%,可以说解决掉苏联的入侵 我们出了绝大部分的力 在我们与美国佬之下便是校长和芬兰 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校长已经更换阵体 从中立阵体变成了民主阵体 大家可以猜一下现在中华民国的领袖是谁 待会咱们揭晓答案 这次战斗呢,纯属是苏联发电 如果他不像爱沙尼亚宣战的话 这个时候他应该还在跟美国佬熬战 我们是实在没有办法才对我们曾经的朋友动手的 不过呢,既然曾经是朋友 大家又是红色政权,我们肯定会手下留情的 对他们的地块,我们没有任何的想法 美国佬有没有想法呢,我们不关心 反正呢,苏联,西班牙等国 我们全部以傀儡为主 那么经过了一番紧张激烈的谈判之后呢 谈判终于是结束 不过呢,谈的有点丑啊 我知道大家很不满意啊 我也不满意 而且呢,之前我把傀儡和那个吞地给点错 浪费了不少的分数 所以说呢,这个这些地块呢 我们到时候是会还给苏联的 苏联现在这是谁啊 我不太认识啊 看上去像是个海军将领 不知道是谁啊 知道了,大家可以说一说啊 然而是西班牙地区 西班牙地区这边谁把这个法西斯给放出来的 放了两个法西斯 不过两个都中立主义啊 真不愧是你啊 美国老真的会嚼屎 那么经过了我们与美国还有校长进行的第二轮谈判呢 我们的这个谈判结果如下 首先呢,就是西班牙 我们把西班牙地区给全部给附庸掉啊 之前的那些放出来的国家 也就被我们这个德署西班牙给吞并 但是西班牙曾经的这个海外地区啊 就被释放出来了 当然在西班牙方面啊 我们是这样的 大家不要注意这个debug 不开这个玩意儿 我怎么作弊呢 怎么进行第二轮谈判呢 之后呢就是苏联 曾经的苏联呢 备份成了东苏还有西苏 我们以乌拉尔山为界啊 以西部苏联为我们德国的地界 东部苏联呢 则是俄罗斯联邦 不过呢 俄罗斯联邦目前还没有加入同盟国 但也是迟早事儿 之后就是校长啊 校长在这一次北伐苏联州 功勋卓主啊 理应恢复秋海堂业 不过呢 钢四里面的地图实在太丑了 我就凑合了一下 顺便啊 咱们就正好揭秘一下 现在中华民国的领袖是谁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啊 他就是胡适之 这个人吧 你说他合理呢 又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合理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校长的安危啊 之前我太过去看了一下 校长还在民国里面当元帅呢 活得好好的 不过呢 同盟国并不是只有这一点点的战绩 在日本地区 日本之前爆发一场内战 现在呢 日本变成了立宪民政党执政 东条英姬被赶下台了 而且是全兰党 不过呢 这个内战可能是同盟国吹出来的 因为内战胜利了之后 日本的国策术变成了通用国策术 不过还有点可惜的就是 和熟多印度以及英国熟马来亚 又重新变回了同盟国的这个附庸 但这个英国熟马来亚明明已经被附庸了 它依旧是共产主义 就很奇怪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橡胶数量多少 我们之前造了不少橡胶厂 目前橡胶够用了 光我们的产出就274个够我们共产国际用了 我们未来最缺的呢 可能反而是乌 乌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被同盟国给完全给把控了 那么与苏联的战争结束之后呢 我们可能啊得好好的谢谢一下布哈林同志啊 布哈林同志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十分的丰厚 在他的帮助之下 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同盟国 当然啊除了同盟国还有这个校长这一边 不过呢校长这边这个阵营随时可以解散 以及这个拉丁美洲还有个美洲联盟 由智利和阿根廷组建 但是呢难以成气候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同盟国 多亏了苏联啊 在死之前疯狂的宣战啊 使了同盟国阵营增添了这么多元的猛将啊 我们十分的谢谢布哈林 咱们也很大方啊 布哈林的遗体呢 咱们也不鞭尸了 直接城市黑海吧 这个世界多少有点疯狂 我本以为俄罗斯会加入同盟国 结果没想到他加入了中国的阵营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要不把唐图瓦也给校长吧 免得他一个人在这里孤苦伶仃的 并且呢克伦斯基才是苏维埃正统 因为他国家代码是SOV 而这个德国属俄罗斯 他反而是一个新的代码 跟我们对之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样 是个第一什么什么玩意儿 而且呢德国属俄罗斯 他有一个自己的国策数 这个国策数呢比较麻烦 但是呢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可能是 赫鲁晓夫即将上台了 直接授权赫鲁晓夫坏起来了 希望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我们在墨西哥长达一年的策反工作终于成功了 墨西哥正式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 成为了红党我们都已经吹到71%了你们才退 不过呢他还是更愿意加入同盟国 你真的有病 同盟国都把你提了你还想加入同盟国 如今墨西哥已经退出了同盟国阵营 如果他加入我们共产国际 我们进攻美利坚就会容易许多 希望他早日七暗投民 别加入什么同盟国了 这不适合你们 忠诚的托派难道就因为我们之前帮斯大林平反了 所以说你这个托派分子就不愿意加入我们了吗 1944年5月30日 委内瑞拉共和国向哥伦比亚共和国宣战 这两个拉丁美洲的国家 本来相互战争对我们没什么影响 但是呢委内瑞拉是同盟国成员 而哥伦比亚共和国则是我们共产国际的成员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战争将会把我们共产国际与同盟国 拉入新的战争年闹中 那在如今的情况下呢 我们已经不可能置身于室外了 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加入这次的战争 此时同盟国在滴滴地区驻扎了有135个石 加上美国138个石 我们在这里的坦克是已经部署了很久了 就等着把这些石全部都给吃掉 千万不能让他们给逃掉了 因此在哥伦比亚被委内瑞拉宣战之后 我们立即加入他们的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后呢我们肯定是要先想办法登陆美国 然后又要想办法登陆联合王国 不过呢墨西哥依旧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阵营 那我们想利用墨西哥来进攻美国的这个计策呢 肯定就失败了 不过呢我们现在注意到 法国在北美地区还有一个港口 这或许是我们目前登陆美国最后的机会了 我们赶紧命令我们的保卢斯将军 从丹麦出发直接前往北美 而古德里安呢则是率领圣下部队去法国境内 收复被同盟国趁机偷击的地区 这些同盟国军队要了法国的军通之后啊 直接对我们共产国际宣战了 这也就使得在法国境内所有的同盟国军队啊 直接占领了各地 啥玩意儿 这一点对我们动手了 你这胆子是真的肥啊 你居然敢对我们动手 那看来他的目标是我们的哥本哈根 话说这英国人美国佬啥时候又从担子登陆了 没有制海权就是这样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意大利的投降 欧洲大陆上的敌人基本上被我们扫除干净 不过还是有些零云散散的登陆部队难以解决 目前法国替我们占领了地了尼安海的债权 我们需要尽快把科医加还有萨丁岛纳入我们的手中 但是我们还是很难登陆联合王国 此时我们的保罗斯将军已经在加拿大地区占据了不少领土 不过因为缺乏补给很难继续推进 所以说现在保罗斯将军有两个任务 一个是占领魁贝克港口 第二个就是在这里静候咱们的机场建立好 等机场建立好之后咱们的运输机就可以空头补给 那么现在我们两路作战 一路命令龙美尔从哥本哈根出发 进攻瑞典 另一路则是保罗斯将军进攻渥太华 看他们两个谁先结束掉自己的战斗 1944年10月16日 龙美尔速通瑞典 使得瑞典成了我们德国的附庸 并且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 不对 他们这不是社会主义 他们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分裂的议会 同时呢我们还把瑞典的老婆给掠夺了过来 使得我们德国的海军实力啊 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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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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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2月22日 在共产国界的亲力协作之下 我们终于将欧洲的旧大陆全部洗成了 这个红色 如今同步国还剩下三个主要国家 分别是大英 美国 以及英属 北美 也就是加拿大 不过呢 孙将军在加拿大地区的这个推进相当的不顺利 不仅没有拿下魁北克港口 反而被回推了好几个格子 因为我们实在是缺少补给 因此啊 我们可能得想一下其他的法子来登陆美国了 目前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 我们共产国际总计损失300万人 而同盟国损失了800万人 300万人中有三分之一是我们德国人贡献的 而同盟国中主要是联合王国 还有美国 美国死了300万人 英国死了100万人 虽然说我们看上去损失的人比他们少 但是呢 我们的人力已经很不够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按要求服兵役 增加了10%的失役人口 就这样啊 我们的人力都还远远不足 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打了这么多场胜仗 基本上都没有吃地的原因 因此啊 非核心人口就相对比较少 这个时候呢 我们自然只能将目光放向苏联 苏联的人口呢 是十分庞大的 因此啊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招募我们小弟苏联的部队编制 来缓解我们人力的压力 但是呢 因为我们用了苏联大量的这个石油 虽说呢 苏联已经从傀儡国下降为殖命令了 但是啊 我们可以通过给苏联元件来提高我们在苏联的影响力 此时呢 苏联的领导人已经变成了尼基塔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呢 是个典型的私派啊 他这个国策需要重新走 就是不知道赫鲁晓夫是不是还要进行一番新一轮的大清洗 那么咱们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一期不出意外将会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 感谢大家收看硬币过三千 我们立马更新 拜拜